认为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呢 慈禧职工杨宝物他说 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 因为健康的身体让78岁的他 现在不只能够当福田志工 更能够大街小巷来做环保 而付出的欢喜 也让他的脸上总是满满的笑容 我今年是78岁 每天都骑脚大车 到金斯坦来自助工 我想说 十年前 这时年轻人很好 结婚也是还好 做钱这个转折 我觉得是钱生外之物 你看到你做都很生了 我需要做得可适 我不能帮我批准 人生有好用就好 对不对 我都跟我们听说 我们安定就好 安定要用就不用说我们就算 我可以这样 有那个时间 在这里做书房 我就做很严重 对不对 要求多少 很糖 要滴酒 我等你来喝 做宽宝这个事情就是 我们可以这样照顾客 又叫人 这个就是这样很欢迎就到了 很高兴 走到 走到 爱着爱着 我每天都是这样做 时间充实 做得高兴 就不会累 我要收回收 好 这个还没用 这个再来用 早早起来收 现在来这家收就对了 对啊 都收多少 生理有好吗 生理很好 还有呢 人生的幸福就是健康 健康没事情 可以这样 我还想 我要做生意 就可以做生意了 要去做私工 就可以做私工 人要叫我做什么事 我都可以出门 就是很幸福 好